所以其實寫法一樣 請幫我改為BBA的SUB 不過記得喔 結果要輸出到哪裡 給他敘述一下 因為如果你沒加 他會自己猜 也許會猜對 也許會猜錯 所以這個地方比較重要 如果你是SUB的話 一定要跟他講說輸出到 哪個範圍 那我們是B1 應該沒錯吧 B2到B10 OK好那沒錯 沒錯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直接 把這個問題 直接就給他 就給那個Challby幫忙一下 你幫我寫個程式 然後他就幫你把它寫出來 應該是沒問題的 所以他等於是把Function 再翻譯成SUB 看一下應該問題 他會從A2 然後取內容輸出到B2 有沒有 然後應該都差不多 那底下的話就寫完了 去OK 那我們一樣把這個程式複製一下 再來就是把它貼到這個下方就可以 你不需要另外再插入一個新的 然後這邊的話也許這個名稱 那這個就不用改那麼複雜 你就直接叫刮火之串 好不要 名稱不要一樣就對了 這個 後面不用改 因為他不像Function下方還有一樣 不會他只有一個 所以SUB改比較沒問題 那再來的話底下 我先跑跑看 那不過我們還需要一個清除 那清除如果你也可以請他寫啦 不過我是建議 這清除很簡單 我建議你自己寫一寫一寫看 那如果你要清除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寫一個物件 叫做Range Range就範圍 所以你這個 假設你要清除他的話 你就打一個Range 跟他講範圍 範圍是B2 到的話就冒號 到B10 然後呢 後面加一個等於清除就可以了 這樣就OK了 應該夠簡單吧 應該這個 如果你叫他寫 我覺得有點小 這個 有點是殺雞用牛刀的感覺 有沒有清掉了 好了 執行 所以這樣OK了嗎 那當然呢 他裡面寫哪些 一樣 宣告可以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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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做这一个再做这一个 一是类推就全部做完 你会发现中间的程式 跟刚刚的Function很像 所以你可以比较一下 顺便知道一下到底 Sub跟Function哪个地方不一样 所以以后如果人家问你说 VBA的种类有几种 基本上你可以回答说 主要有两种 一个是Function一个是Sub 请问一下Function跟Sub有什么差别 你至少可以大概叙述 你至少知道这什么意思 可是以往书里面讲的 其实就是一个理论 你看完之后这什么 因为一般是写说 因为Function有回传值 那Sub没有回传值 什么叫回传值 其实就是你给他什么 这个叫Return的过程 丢回来给你的 那这个就没有回传值 大概是这样 所以其他如果 你们知道这个原理之后 你再去看相关书籍 你可能会比较看得懂 不然你说这 你完全不知道 这个运作流程 然后你突然看一些书 你这什么东西 天书一样 OK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一个Sub 跟这一个Sub 一样 变成两个按钮 插入这个 这个我刚做过了 快速做一次 然后把它复制一下 这边的话就把名称贴上 这样就OK 再插入一个 不过我的习惯 因为如果你再插入一个按钮 会不同大小 所以我有时候会避免不同大小 我会直接拿这个按钮 按右键复制 再把它贴到底下 那你说是一样 没关系 你可以按右键再修改它 你可以重新定义 它按下它的时候 是清除 并且把名称一样复制 然后再把它贴过来 这样好处是避免 两个按钮 或多个按钮 每次长得都不一样 OK 那这样就很麻烦 按一下 清除 OK 所以今天这一题主要就是三个 这个公式 这个是方弦 这个是sub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往后吧 我是建议因为我通常一般习惯 方弦跟sub 好像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用sub 所以之后我们上课 可能方弦也许有的时候就跳过 不是它不重要 就是它可能一般我们习惯 还是用按钮按下去就OK了 那也许之后写VBA就写sub就好了 好 那时间 刚刚好 OK 那不然的话呢 我们今天 原则上就先讲到这个范例 那下一次的话呢 也许我们再来找 其他的范例来练习 反正就是类似像这样的范例 然后我们可能后面 会找也许 相对越来越复杂一点 反正不外乌就是 把公式找出来 不外乌就把VBA乘写出来 那一样一个把影片录制下来 所以回去 假设你有一些细节 一下子没有办法跟上的话 你回去自己再复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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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